他年纪大 他也觉得说 年纪大就是容易这里干那里干 就先自己擦乳液 乳液擦完以后也没效 然后就开始擦一些 家用的这种乳膏 也没有效 然后又擦了抗霉菌的乳膏 也没有效 又擦了荷尔蒙乳膏也没有效 又去药局买了刀伤 他觉得是裂开的刀伤 都没有效 结果就这样拖拖拖 拖了快要半年 终于过年了 过年的时候他媳妇回来说 妈你怎么一直在抓那个胯下 这样子就问他 他说他那边很痒 他就痘痘 他媳妇就觉得不对 痘痘怎么可能半年还没好 就叫他去医院 就一来检查 非常罕见的是一个 外婴部的癌症 这是一个很恶性的一个癌症 他因为他在拖的时间很长 他来的时候 其实淋巴已经转移了 所以等于外婴部整个地方 有看的 有疾病的地方 我们都整个都会切掉 等于外婴部就没有了 这个身体出包这件事情 在我当年轻组织医师的时候 真的是我生命中 少数的一个高光时期 就是曾经有一个很得意的事件 在急诊碰到一个妈妈抱着一个 大概五个月六个月大的婴儿 一整丸长在锁骨上方 大概就是像 那他就说这个小朋友 最主要的问题是这个 第二个问题是一直拉肚子 那经过我一询问 原来他在这个 他已经看过了这个 北台湾两家医学中心 还有数不尽的诊所 那通常就是给抗生素这样 说这个可能是细菌感染 又红又肿 那当然你知道抗生素吃多了 就会拉肚子嘛 所以他拉肚子的问题 就开始喝奶不爱喝 就后面有一堆延续的事情 今天晚上因为小朋友 这个哭闹太严重 他就直接挂了急诊 所以那时候我一看到年龄 看到这一科 那个时候这样的一个诊断 大部分不是儿科医生 不太会知道 这个是卡戒苗 我说那就是你小baby 打的卡戒苗 然后就跑到这个地方 这个淋巴结在这边这样 所以他就会肿很大 我就跟他讲说 你有两个选择 一个选择就是不要理他 他慢慢几个月就会消掉了 另外一个选择 就是你想要早点的话 我帮你用一点抗生素 但是跟你之前吃的抗生素 都不一样 因为你那个是卡戒苗造成的 你要吃的跟结合菌有关的这样 那他就说 那我回去看看好了 然后我就说 那你就把所有抗生素停掉 你就回家拉到柱子 你就回家这样子 那这件事情 为什么成为我很得意的事情 因为过了几个月之后 他就写信来医院 感谢你们急诊科 有位黄姓实习医师 实习 感谢你们医院黄姓实习医师 看遍了北台湾 A医院B医院 他不只称赞我医术 还称赞我经济 不是我感受 但现在这个诊断 已经很常见了 因为我们卡戒苗 小baby已经从 以前是 这个肿起来 淋巴结少 现在改成五个月才打 五个月以上打 所以这个淋巴结 肿得越来越多 所以现在有很多的小朋友 都有这个状况 然后现在医生 也都很了解这个 所以比较不会像以前 像我有这种发挥的时候 另外还有一个时候 也是不容易诊断 我还记得我有一个朋友 那他就从这个 传LINE给我 然后就看到他的小孩 眼睛整个肿起来 一ken 那个被蚊子咬 然后蜂窝性举之眼 我一看 我就问了一些问题 比如说什么时候开始肿 他说就是早上去玩 然后被钉 就到晚上肿成这样 我说那这个 有没有抓破 他说没有 但是眼睛张不开 然后说会不会痛 他说摸它 它是会躲 但是好像也没有非常痛 我说它不是 我说这个不是 蜂窝性主持人 这没有细菌感染 这个应该是 过敏 就对蚊子叮咬 过敏得很厉害 血管性水肿 这个吃抗主持人 流鼻涕的药就好 过了一段时间 他就传给我说 可是 我说什么医生 什么医生 原来他传照片给我的时候 他人是在 南部的某一家医院 医院跟他讲说 这是蜂窝性主持人 要打抗生素 他就去跟那个医生讲说 我的朋友说是过敏 你朋友在台北 我在南部 我亲眼看病人 他又跟我吵架 叫他下来 生气了 我就很不好意思 我说你不能这样 我说亲眼看到 你如果在医院 我就不会这样子 好像开玩笑的 讲说这个不是 这样 但是因为我又是一样 因为我是感染科医生 所以我知道 如果今天要蜂窝性主持人 有三个条件 第一个就是他 通常要先抓破 因为蚊子不会带细菌进去 是你的手带细菌进去 对 第二个 他发射的时间不会那么快 不会说什么早上盯中午就肿起来 不会 通常就是抓破细菌进去 至少要二十四小时以后 第三那个红的样子 会跟那个两个 虽然都又红又肿 但是不太一样 蜂窝性主持人会比较 不会形容 恶行恶壮一点 对 比较扎实一点 如果是过敏摸 他最后就是讨厌 但是如果是细菌感染摸 他就会爆哭 所以大概几个诊断标准 所以后来我就常常在卫教的时候 跟爸爸妈妈讲说 怎么分辨细菌感染跟这种过敏 其实是有一些方法 对 那蚊子丁丸 你知道吗 它最后旁边就变硬的 对 对 那个可能就变蜂窝性主持人 不是 可是蚊虫本来就有的 有的咬它没事 咬我就变过敏了 就我对它过敏 对 有的是会这样 会这样 那肿起来不得了 像我一个60岁的一个男性 他也是来的时候 就是说 他属西部有长东西 结果裤子一脱下来 本来是蚊狼嘛 两个蛋蛋 它好像两个蚊狼旁边 又多一颗蛋蛋出来 一个大概4点多公分 将近5公分的一个息肉 在那边晃来晃去在那边 我说你这样子晃来晃去 都不会觉得怎样吗 他就说 因为以前年轻的时候 其实它比较小 也不会影响到新生活 它不会想要去处理它 现在走路因为 一直磨一直磨 越磨越难过 干脆来把它开掉这样 那时候我们一般外科的习惯 在开刀的时候 其实还是会把一些基底 稍微开一点 比较干净一点 就是预防它以后再长 结果赫兰发现 它化验出来 竟然是里面有皮肤癌的成分 那然后呢 而且这种病人呢 其实有时候很讨厌 就是说 它把这个东西本来小小的 其实在大一点的时候 它就应该要来做处理 所谓的癌细胞 我每次都讲 是自己的细胞演变过来的 你一直过度给它 不必要的刺激 包括物理或化学的刺激 就容易产生一个 癌的一个变化 这个病人是运气还好 开完之后边缘也干净 这样就结束了 它也不用什么电疗跟化 之前我们遇过一个 类似的病人 更年轻大概五十几岁 它开完之后 我们就觉得比较警觉 就觉得怪怪的 帮它做电脑断层 然后呢 赫兰发现 它整个鼠息骨盆腔 淋巴都转移了 到时候要进去肚子里面 做一些淋巴破镜的动作 然后再加电疗跟化疗这样 所以会把一些小事情 变得很复杂 所以当你如果说 有些息肉慢慢在变大的时候 尤其是在容易摩擦到的地方 其实就早一点把它处理掉 可是医师这个要多大 因为像我爸爸自己腻下这边 就会讲息肉 然后就觉得好像一两年的时候 大概从零点几公分 会再大一点点 可是这种你去一般皮肤科看的时候 他都会说 这个要动手术 他们当下也没办法帮你处理 这样说 你零点一公分 你开刀的伤口 其实就那小小的 你等到零点五公分 你开刀的伤口就越来越大 你今天如果是长在那边 也没有颜色改变 也没有变硬 那都大小都一样就算了 你已经发现它在变大 其实它就是一个很小很小 一个三分钟的手术 你就把它拿掉吧 因为它真的会越磨越大的感觉 对 诊经医师会讲 你下次来做脸的时候 我顺便把你割一割 对 行外科可以 真的啊 行外科诊所 你只要是外科的诊所 其实都可以去割这些小小 我上次去割那个 割完醒来才想 我这边有小水 你刚刚为什么不讲 我顺便把你割一割 只是有可能要自费割 如果你去医院的话 可能就是 医院可以健保处理 医院可以健保处理 如果你这个东西 看起来是一些 比如说 不管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 只要是肿瘤 都是可以健保割除 然后去化验的 所以如果你心里 会很想要知道说 这个东西到底是良性 还是恶性 你一定要那一个 病理的报告 你才会安心的话 那当然是要到医院去处理 会比较好 因为我之前 就是有听说 女生不可以穿 那我曾经就是有过说 私密处长了一个非常大颗 大痘痘 然后走路 好像蛮多女生都这样子 就下天门 对 那走路其实摸到都会痛 很不舒服 那我就叫我老公帮我看 因为我自己看不到 我就叫我老公帮我看说 为什么会长一粒 那我老公看了之后就说 感觉像是痘痘 那只好去求助妇产科医生 他医生就 你这个 就是可能是因为 你的毛流的关系 造成毛孔堵塞 那他就帮我挤 就 就是超用力的 我刚才就是在整间大叫 因为超痛 然后挤出来全部都是血 然后就擦一下药膏 然后医生就说你 我建议你就是把那个 毛全部剃光 让毛重新长 之后就不再复发了 那真的很神奇 就是挤完之后出诊间也不会痛 然后之后也就没有再复发 就一次解决 对 可是当下真的很痛 但是他讲的这个问题 其实真的还蛮多人会发生 尤其是夏天 但是如果说挤出来 它是虽然是可以 及时控制这个症状 但是很多人是 其实私密处是很 脏的一个环境 有时候会看到 自己回去乱挤 结果整个蜂窝线 组织也还痒 整个都扒眼 之前是有遇到一个 她是60岁左右的妈妈 那她也是跟刚刚静香一样 她一开始就觉得有点痒 然后觉得有点红红种种 她也以为是痘痘 可是她就一直抓 因为抓抓抓就越抓这个红点点 越来越大 一开始是小指甲片 那再抓抓抓抓 后来变成大拇指甲片 而且在这个外阴部的地方 还合并有这种好像 她年纪大 她也觉得说 年纪大就是容易这里干那里干 就先自己擦乳液 乳液擦完以后也没效 然后就开始擦一些 家用的这种乳膏 也没有效 然后又擦了说抗霉菌的乳膏 也没有效 又擦了荷尔蒙乳膏也没有效 又去药局买了刀伤 她觉得是裂开刀伤 都没有效 结果就这样拖拖拖拖了 快要半年 终于过年了 过年的时候她媳妇回来说 妈你怎么一直在抓那个胯下这样子 就问她 她说她那边很痒 她就痘痘 她媳妇就觉得不对 痘痘怎么可能 就叫她去医院 就一来检查 非常罕见的是一个 外阴部的癌症 这是一个很恶性的一个癌症 她因为她这个拖的时间很长 她来的时候其实淋巴已经转移了 所以等于外阴部整个地方 有看的 有疾病的地方 我们都整个都会切掉 等于外阴部就没有了 是一个很大的 如果她早来治疗 应该还不至于这么严重 对 可能她就第一期或第二期 至少淋巴不会转 我觉得女生都会特别在意 就是像我怀孕的时候 然后有一次就是 一开始是在我的臀部 会觉得 但是我就想说 应该是被蚊子叮吧 然后我就大概 有半年吧 我就每天就是抹那个 什么绿油精 但是她就是从那种一开始是 好像被蚊子叮那样 然后变成一块钱硬币 然后变成五十块钱硬币 然后到后来 变纸钞了 对 从硬币 然后变整个手掌这样 然后重点是 它上面还会有那种 然后还有那种 就抓一抓之后 会有屑屑掉下来 但我又觉得很尴尬的是 它又长在我的臀部 所以我就一直忍 一直忍 然后这中间当然也是有 洗澡的时候觉得 好像淋到热水 有一种抓痒的感觉 所以就 就是会去用热水烫它 然后后来就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严重 严重到就是睡觉也睡不好 然后有时候只是走路 是衣服碰到 就觉得很痒 就很想抓这样 后来有一次去产检的时候 是护士告诉我 你这样不行啊 他就劝我 他说你还是要看医生 因为怕会影响到胎儿 因为我已经就是 养到连睡觉都没办法好好睡 后来我就 特别去挂 挂那个皮肤科 然后一定要选定女生的 女医师这样 然后后来就进去那个女医师那边 一样就是很尴尬 就是一样 就是裤子要脱下来 很尴尬就跟你刚刚才有点像 过程很尴尬 我是正面对局 你是正面 我更尴尬 还是很尴尬啊 对 因为后来就看了医生之后 医生就没几秒 他就 你这个就是 对 其实那半年我很痛苦 就整个很煎熬 我就搞到后来原来是失诊 就抹药就好了 我之前是曾经连腻下过敏 我都不敢看医生 因为我觉得给医生看腻下很尴尬 因为我那时候擦那个止汗剂 我好像对那个成分过敏 我就这样一直抓着痒 然后到有点黑色去沉淀 我就更不敢去看医生 对 就是女生有很多眉眉嘎嘎 会觉得要给人家看 就是觉得很害羞 医生你看我这边 对 就觉得很害羞 医生会告诉我 看我再烂的东西都看过 烂到那种不行 那个病情都看过 其实真的大家不用害羞 我们皮肤科医师真的什么都看 因为我常常在门诊 也是类似像这样子 也是女生 然后或是高中生什么 很可爱 就是人一来 他就说 医生我今天要看某一个地方 但我有点害羞 我给你看手机 然后我想说你人就来 他给你看手机 看手机 他给你看手机 你给你看iPhone12 对 重点是照片还照得模模糊糊的 然后我们就跟他说 没关系你如果来 我们还是看一下 其实真的不要害羞 我们医生都是 大部分的医生都是秉持着 就是很正面的态度 去看这个东西 不要害羞 那我要分享的是 我之前就遇到一个 二十几岁一个人 年轻女生 她是东南亚籍的 这个外籍看护工 她来的时候 表情非常地痛苦 是她的雇主带她来的 她痛到整个脸都扭曲了 然后我们就说 那你今天要看哪个地方 她就比一下胯下 然后我们就连着拉起来 带她去这个 连着后面看 就她这个外裤脱下来 她非常害羞 她脱外裤 好像是真的要她的命一样 虽然我们都是女生 她就脱一件 然后再脱内裤这样 然后就比一下那个痛的地方 原来有一个 大家那个有时候身上会有一些 小脖子这些 人家的脖子是那种绿豆大的 它不是 它是 一个大脖子这么大的 超大的脖子 而且这个脖子更惨的是 它连到皮肤的地方 只有一根头发出细 快掉了 然后有点扭转 所以整个已经 所以它非常非常疼痛 那原来呢 它是这个回教国家 所以它觉得说 它来台湾的时候那一刻就有 只是没那么大 也没有不舒服 可是它随着这个 在台湾工作 那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那一刻有点痛了 它不敢跟雇主讲 所以那一刻越来越大 直到有一天真的已经 转了一圈 快要坏死的时候 开始黑的时候 太痛了 它才忍不住跟它的雇主讲 那雇主才带它来 那我不知道 它有没有给它雇主看 但是我们一看 这个好解决 那其实呢 我们就请它躺在这个床上 然后呢 给它酒精消毒一下 准备一个手术检 其实一秒钟就解决了 还来不及叫 都还来不及 咳咳就起来了 那起来其实 其实它就不痛了啦 对 那很多 这边也要提醒一下 大家不要说 医生你说咳咳一下就起来 我们很多民众 傻傻地用牙线 或是用什么家里 缝衣服的线去绑 然后一边还绑在门上 用刷有没有 对 就往路很多 这种偏方 千万不要去试 这个是错误的 因为你们技术没那么好 我们那个手术检 是相当锐利的 所以我们医生会判断 哪个点是可以的 但如果说你今天 你的那个洗肉连到皮肤的地方 是很粗 你这样剪的话 是会喷血的 所以这个还是要 专业的医师来 那也不要害羞 不管是在胯下 在屁股 甚至我们有遇过 高中女生乳房这些 他有一些时诊 都不好意思看 然后涂了很多东西 其实像 来我们就知道 绿油精 万精油 乳桂 他们都有 大家会量的东西 都很适合玩 对 有酱油膏的吗 我也有酱油膏的 不然因为我觉得 有时候女生 如果有一些 就是不知道该 要不要去看医生的时候 都会先找自己的闺蜜 那我的好朋友 有时就跟我说 语童 怎么办 我洗澡的时候 发现我私密处那边 好像长一颗 就长一小颗东西 就说 那个没什么 那应该就是像痘痘 他说是不是会长痘痘吗 我说对啊 我说你就去药局 你就买个药 那很快就好了 他说好 然后结果有一天 我接到我朋友 打来的电话 他就说夏语童 你跟我说一下就好 我后来去看医生 后来还做手术 他就想说怎么了 他说他那一颗小痘痘 后来变得像五十块的 刚刚不是这样 对 他其实 再下去就只操 没有 他跟我说 虽然没错 就是有会那种 像是毛囊炎 但它不是毛囊炎 它是叫做 所以他后来是痛到 他说他做也不是 站也不是 一开始不会那么痛 医生说如果你早一点来 可能就吃药 抗生素器就好了 他跟你讲的当下 已经去看医生就结束了 对 然后就他是要引流那个脓 就是等于 而且不能打麻醉 就是要直接这样 然后帮他把那个脓给挤出来 那医生会不会讲说 你这个还太小了 先回去养个两个礼拜 你挤不出脓吧 要等他熟一点这样子 对 八十六两种是真的这样没错 八十六两种如果它熟了以后 它的皮会变薄 很容易切开 也不容易复发 如果是皮很厚 然后不熟的话 那种医生有时候叫你吃抗生素就好了 等下是万一发做成 那个肿很厉害说 那时候切开是最容易 包括内行的 因为我们小时候看 你能流到那种同学当中 他的这个青春都浓很大的 你会很佩服他 对啊 什么流的 什么流的 我们一看一看 快有油油就挤了 对啊 可是有的同学就快爆开 他也放到脸上 对 对 你都好想去帮他挤 你很想帮他挤对不对 对啊 我想要看怎么会很厉害吧 他可以流到这样子 对 睡觉也不会挤破 你看看多厉害 我本身是直播主 因为之前有一次 我在洗澡的时候 就是用脸蓬头 从事觅觸 觉得怎么痛痛的 然后我就想说 那我要摸到底是哪里痛 我就摸进去那个 樱唇两片 里面都 然后我就吓死 我想说怎么会有这种事 因为痒就算了 还长一颗一颗的东西 我就不敢去看医生 这样还不看医生 我不敢 你不敢看医生 那怎么办 你觉得他会自然好吗 我那时候就去药局 乱买一些塞剂 乱塞 然后乱擦药 那会更严重 对 更严重 就开始 开始很痒 然后很痛 这就变紫钞了 变紫钞 对 就变珍珠了 然后呢 对 然后后来我就 真的受不了 开始有 我才去看医生 然后结果是那个 就是因为我正在见 对... 因为我正在健身房上班 要穿挺身裤 然后每天都穿 那更严重 对 就一直闷着 所以一直复发 后来没坐健身房就好了 它这个是两个状况 小英雄内侧那个突袭 如果是对称性的 大部分都不是病 那个叫乳 乳增生症 那不是真的一个病 不需要很多人被当作 太花在处理 他讲的另外一个是 黎菌感染是不一样 黎菌感染是会流分泌物 可是大部分是白色的 如果黄绿色的 反而要想到是细菌性的感染 所以他刚刚讲的是 一个是樱桃炎 一个是那个 有可能是乳涂增生 如果不是菜花 就乳涂增生 那是对称性的 那像他正懂的 一定很多电视前面的少女 突然发现 我好像... 像他是经历过这些 他才知道过程 那有的人可能看到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就开始要害怕 他到底去看 他敢看的话 是要看皮肤科呢 还是看妇科 皮肤科可以看 但是他只会看那个阴唇的部分 阴道里面他没有那个 压嘴可以打开看 所以如果他还是分泌物多 他可以去看 不过有不少的妇产科医师 跟皮肤科医师 常常会把这个 当作菜花在处理 其实那个对称性的生长 而且菜花它是会一直往上叠的 就是一层一层叠上去的 这一种是不会 这是两边对称平衡 我的书里面写很多次 为什么 因为太多人都被误会 而且耳朵还造成家庭的糟糕 他不是性传染病 别忘了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并按下小铃铛 看我们最新的影片 如果想要收看更精彩的内容 记得选旁边的影片